近日分手幾個月的蓮詩雅 畢章和陳家樂因為拍旅遊節目的時候 趴著 家樂還幾次夜訪香歸 Chiga有什麼回應? 不是 其實是 之前是因為大家拍旅遊節目 所以一群人都變成很好的朋友 大家差不多年紀 所以一群人都玩得很開心很投契 但其實感情的東西 真的不想回應這麼多 因為最近這個逆境 其實大家都很難捱 但自己都有一個機會 可以參與一個這麼大的製作劇 而且下個星期一 我自己主演的劇 終於會播放了 所以其實最近的心情都很緊張 經常都緊張到睡不著覺 希望可以專注去籌備這個劇的東西 因為自己都很多台詞 就是講一些專業的名稱 有很多東西要去準備 還有其實我那個部分 本身是馬來西亞拍的 但因為封關的問題 現在都在等劇組看會怎樣去處理 所以其實我現在是stand by 隨時ready開工 其實真的不想回應私人士 因為都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點空間 因為過往其實自己都有 我都不多說自己的私人生活 何況是感情生活 一向都是比較低調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專注在我的工作方面 因為接下來出的那部劇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大件事 是我想暫時 我覺得是這幾年裡面最大的一件事 所以我比較緊張一點 希望出來後大家會喜歡